中寮乡义和村平临溪支流 行进明善寺附近 因为地形陡峭暴雨一来 已造成洪风 下游排水宣泄不及 导致明善寺下方吴明桥护案损坏 基础遭到掏空 需要赶快改善 南投县长许淑华 中寮乡长廖一贤 立委罗美林 水利署副署长林元鹏 县议员蔡明轩 吴奇南等人实地会刊 并听取简报 最终县府水利署决定 全力支持改善计划 工程包括护案改善40米 吴明桥及引道整修等等 许县长表示 中寮乡义和村平常 有很多居民出入 平临溪也是主要排水系统 明善寺师傅向县府陈勤 希望改善护案 拓宽出入明善寺的吴明桥 这项改善工程 估算约需要2400多万元的经费 感谢罗美林委员邀集水利署 以及议员会刊 地方需要的配合款 约为450万元 县府会全力支持 中寮乡的义和村 可以说是平常很多居民 我们出入都在这个地方行走 那我们的平临溪这个地方 也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河川的排水系统 那这次呢非常感谢罗美林委员呢 包括我们地方的成型者 明善寺这边 很多的师傅也向县政府这边来做个成型 那也希望说能够透过 在我们河川的一个保护上面 能够做到更好 那所以这次的工程呢 除了把护案来加高 那同时呢 透过这一板的吴明桥 也能够做到拓宽的一个功能 那这次的总经费总共是大概是在2400多万 那非常感谢罗委员邀请了我们水利署的林副署长 还有我们议会的几位议员 大家共同来关心 那当然地方还需要有一些的配合款 大概将近在450万左右 那么我们县政府也会全力的来支持 最主要我们这一板桥呢 吴明桥能够能够拓宽的话 不仅仅对于地方的汇车会更加的安全 那尤其呢在往上方明善寺 长期来也会有很多的信众 来这边来这个拜拜 那所以呢这个交通的安全是更加必要的 主要我们的河道呢 如果能够保持一个上通跟安全的话 对我们整个一和村呢 大概有200多户的民众的安全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保护的作用 水利署副署长林元鹏说 这项工程和排水户案有关 地方也都相当关心 进行改善有助于整体的安全 包括桥梁交通也会一并改善 那这工程是地方这边非常关切的一个 跟河川排水户案有关的 那我们透过这个工程呢 这个改善以后啦 事实上对这个的整体的安全 是有帮忙 尤其在我们这个交通上面 有一个桥梁 我们会一并来做一些改善 那这工程总共经费大概会达到2400多万 不过一队刚才现场 他们希望说能够延伸一些工作 那这个也我们来配合来调整 那非常感谢呢 这个案件呢 县政府也会答应来配合一些 这个配合款项 大概是18%左右 那水利署这边会全力来帮忙 可能在今年我们就会优先来核定 那明年就来施工 我相信对这个地方是有很大很大帮忙 立委罗美林表示 今天所看到的桥梁 应受到河水冲刷 需要做改善 所需的工程也做了完善的讨论 希望能够紧速完成施工 给民众醒的安全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桥梁 因为受到这个河流的冲刷 虽然户案呢需要做这个改善 还有桥梁也需要加宽跟这个改善 那今天呢 我们会看之后呢 就所需要的这个改善工程 我们做了一个很完善的这个讨论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工程能够尽速地完成 然后让这个行人能够有个行的安全 个行的方便 许县长指出 往返明山寺的吴明桥拓宽之后 不仅信众路山拜拜可以更安全 汇车交通也可以得到改善 重要的是河道需要保持畅通 对临近义和村200多户居民才能发挥保护的作用 县政府和中疗乡公所会全力配合工程开展 提供中疗乡亲游客以及乡客安全的环境 记者陈云志中疗乡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